好 继续来看到光复乡太巴郎部落是台11线甲线光丰公路西侧重要进出口 车流量庞大 但是由于路幅不宽 导致人车争到交通显向还生 地方各机关代表早年争取拓勘来改善 今年是获得了公路局的正面回应 并且在光复乡公所是召开了这个路段的拓宽的可行性评估的其中报告 地方表示虽然仍在评估的阶段 不过人具信心希望能够早日实践 光复乡各界尤其太巴郎部落争取台11甲线光丰公路 马台安西桥到部落将近一公里路段范围拓宽改善 是否可行 公路局从去年着手推动可行性评估 其出调查后 这个月完成其中报告 向地方乡亲民众进行简报说明 从马台安西桥到太巴朗国小将近一公里的路段 除了道路拓宽 仅有8米宽左右的马台安西桥 如何有效改善人车争道的问题 地方高度关注之外公路局规划单位也视为评估报告中的重点之一 他们一直建议说是富田还是都封边道光复为一条一条路 所以安全最重要 然后每次建议说希望它采取监狱方案 一啊就是说两个桥面 从8公尺来扣穿到11米左右的12米 整个路上把它扣穿到12米 这样就比较安全 这一段是最没有住家的 然后就是征缩上也好 要施工上也好 可是不管怎样 经费我看起来就蛮庞大的 我们希望到期末报告之后 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那其中那可行性评估而已 我们只要建议说 希望完成我们地方这个心愿 从早起到现在 包括花里县议会议长张俊 在内的各机关民意代表 部落头目阶层盖部 千铺后继的陈情争取 光丰公路太巴朗路段 拓宽改善多年 终于获得公路局正面回应 从可行性评估 其出说明会后 公路局司工处也邀及地方 各相关单位进行其中报告 除了道路拓宽 还有包括马太安西桥 在内贡两座桥梁要解决改善 出估约2.5亿元的工程建设经费 虽然目前仍在评估阶段 不过地方各界仍充满信心 期盼公路局能重视 协助提升地方的交通环境设施 优化部落通行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